Hello YouTube 我是奧月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隻 我個人都蠻喜歡的遊戲 就是這個 Star Wars Force Arena 它是一隻 什麼遊戲來的呢? 簡單來說大家應該都會聽過 Crash Royale 就是一隻即時的對戰遊戲 其實這隻大家可以當成 自己都會落場打的Crash Royale 為什麼像我們打一場就明白了 我之後的細節打完一場之後再跟大家說 我們來個一對一 我們現在就用Luke 我相信Star Wars迷都很開心 聽到熟悉的音樂 又看到這些角色和白兵 那它為什麼一隻像Crash Royale的遊戲呢? 因為它有兩邊路 然後兩邊的公主塔 即是這個炮台 那我可以放一些士兵出來 但是呢 這個就是炸彈仔 等於 然後呢 其實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要在自己旁邊才能放出來的士兵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主角呢 也有影響 它可以叫一個英雄人物 可以出技能 我已經被人扣了本主 還有炮台 但不要緊 我們 來一個雙路的進攻 我們玩開Crash Royale的話 這裡還有一些建築物的炮台 那它的魔法呢 就是那架飛機 就在上面轟炸下來 那為什麼我說它在這隻落場版的Crash Royale呢? 因為其實它很多東西都是一樣的 那我就死了 但是自己死了就會重生 那下面那邊呢 那條 右下角的巴呢 就等於是Crash Royale的 聖水巴 應該這樣說 我們不可以再爆多了公主塔 那擊敗敵人首領呢 就代表它是暫時不可以出怪的 那這個就和Crash Royale 要來吧 那時候退後 我們再做一場聖水了 喔 餵吧 可以回血的 吃這些 能量包就可以了 回血的話 這邊 那這邊我們殘血了 所以我們快點過去吧 炸彈仔一下就升了小怪 其實他的士兵都可以拉到其他地方出的 但一定要在自己附近 所以這個遊戲要控制炎紅 這裡就比較好 因為即時對戰來說也挺刺激的 炸彈仔出來了 然後那個Wookies 應該是等於那些坦的角色 就是騎士那些 打發國安塔不夠的 還要打發這個 後面的防護罩 就叫做圓牆 對面可以轟炸到敵人的陣地 一樣有那些表情符號 跟這個Crash World一樣 原力分數就代表是你平時的皇冠數目 然後呢 有金幣 還有那個寶箱 就等於這個卡包欄位 那我們出去看看究竟是什麼 好 先來看看獎勵 獎勵 獎勵 這裏有五格 那就是Crash World四格 他一樣都是要等時間過 但他就有些東西是可以 去加速的 就不像他一定要等足 即不一定是金幣 他這裏可以減50%的開啟時間 然後開了卡包之後 就會拿到一些卡 一樣是分紫色卡 什麼的 然後呢 免費包就等於上面的免費寶箱 元力包就等於那個王冠 那就是打十關那個 然後隊伍了 我們看看 他有分了這個 Rebellion 和這個 帝國軍 那他這裏呢 英雄就 英雄就 暫時有Layer 還有這個Luke 那另外那邊呢 就有這個 俠島一號那個人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還有這個 這個我不認識 這個是誰 那這樣 那白兵的話 只要在帝國那邊用 那這個Rebellion 的話呢 就用反抗軍那些 還有X-Wing那些 還有Wookies 那些都有的 那後面那些呢 就是英雄 還有一些自兵卡 就要抽的 我們看到有這個 OB-1 那連合度一號的這個 機閃人都有的 還有看到那個 那個首領呢 就是那個 很陰險的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那這裡呢 還有這個宇宙最強的 恩子丹 但是為什麼 他是普通的卡卡 來的 喔 他要配合這個 同伴才可以使用 那同伴 這個 這個誰來的 我經常說他好像曾志偉 那個海寶影 那他呢 就是一個 首領 即是英雄人物來的 自己控制那個 那恩子丹呢 就是一個 普通流羅來的 在旁邊放著 嘩 真可憐 為什麼這樣對他呢 那所以呢 作為Star Wars的朋友 應該會蠻喜歡這隻遊戲的 他有很多的角色呢 可以選擇 連這個也有 這個是Rebalance來的嗎 那另外 Empire這邊呢 就有回這個 的Boba Fit 可惜沒有Django Fit 那這裡 這個 皇帝一定有的了 這個 這個 Dark Vader 不少了 我還沒抽到 很想要Dark Vader 那這個 整個磁力王 這個 是誰來的 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英雄來的 但我也是不認識的 那這個 是那個 Dark Fstar那些人 那他也是一個英雄 應該拿槍的 那些 有Fundjether 那些有近攻 那 以英雄來講呢 他們的對戰呢 都幾個影響 他們還可以出大技 那有時遠距離可以屈一點 那傳奇卡來說呢 他是可以去 加換其他傳奇卡 而且換了之後呢 是不會 沒得用的 例如我有抽到一張卡 那我可以用阿Luke 那如果放了阿Luke 去換其他傳奇卡的話呢 那阿Luke仍然是可以用的 就算他零張的時候也 那工會這些就 有點友誼賽 那完全是一隻crashball 這個 這一個 那今天就介紹這個遊戲給大家 那是一隻叫做 像crashball的Star Wars 那我暫時 都 覺得他不錯的 因為本身是Fans 那那些不是Fans的人 就未必會那麼喜歡 這一隻 那不是我們試一場 二對二看看吧 咦 為什麼我用了這個人呢 糟了 他湧開近攻 那如果是二對二的話呢 他就會變成一個三路的推塔 三路推塔很熟 有點像LOL 那這一隻 就可以召喚一些小兵在附近 那我們一開始儲一儲一些聖水先 旁邊全部都在這個 右路進攻 現在回到中路了 那開始生一些人出來 但是我們沒有炸彈仔 那我們拿一個的魔法 一下子炸爆你們 哈哈 嘩 但是我沒有血了 喂 補得回血的? 救命啊 好好好 幸好這個煲爆Feed 但是我沒有血了 好 吃光了 好 吃光了 那我那個 回血的那個呢 偶爾就會出來 偶爾會出來 偶爾會出來 等一段時間就會出來 喂 暫時有個優勢 在這裏 我們補血兵 但是不要太密集 要不然就一夜被人打到GG 嘩 又來了? 嘩 又來了? 那是再來一個 的 戰機 頂住這一路 先 換光路 來到了 回一回血 那我自己覺得都挺刺激的 因為他呢 多了一些元素 那 跟Crash Roll不同 因為不可以直接拉一些兵 那都 挺得知的 玩樂 我們現在是SBARWALL 就是沒得住了 因為BASS 所以在尾 有3G 打力 又來炸了 暫時都回到優勢 那邊那個塔呢 已經有大滿血了 在地上都看到 刺激在呢 就是他多了2對2 這個元素 變成3路 來講呢 就比較創新 那他每隻兵呢 都會有回雙刻的東西 例如有些是坦 有些是做傷害大老婆 接著會有炸彈仔 大家剛才看到 有些是單體兵 有些是三隻 我每一隻都沒有 就要因應那個特色去出 那些牌組才行 另外還有建築物 但是暫時還沒抽到 有很多回血的 整天都要跑去回血 有點累 但我們是不是應該攻一攻 這一路呢 放幾隻出去 攻死一路都不是辦法 有些是可以隔著牆 都能射到的 所以要注意會不會在那邊 另一路那邊 那些人 我被人家補兵了 如果用... 座位 為甚麼要這樣 好... 好... 那就失敗了 還要... 降到Gray 好啦,這次的遊戲暫時先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介紹 希望有些Star Wars迷看見的話 留下言讓我一起玩都不錯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純粹因為Star Wars的遊戲 之前也拍了一條Dark Raider的影片 哇,還有英雄選擇券 那我應該之後會用白兵那邊的 咦,有Hand Solo啦 現在做了這個,還有Bubal Fit可以送我 那這個就是一開始的任務 那看來那些基本的英雄呢 怎麼都會給你用先的 另外還有傳說卡選擇券的話 都是那些英雄人物來的 不過他就要打這個十關 所以我今天已經打了在他開始之前 所以暫時就不可以用著 那這個遊戲呢 就是Net Marble出的 那Net Marble出的那些遊戲呢 通常都會有選擇券這個存在 大家都清楚的啦 應該應該 那會有些可能五星選擇券 間中可能登入了幾多日啊 或者做到某些任務 或者活動之後呢 就有些選擇券送給你 等你不用抽不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這個就是Net Marble本身的特色 加上迪士尼和Electron Arts 我忘了那個叫什麼名字 L字頭那個呢 那又是Star Wars自己本身 出開遊戲的那個廠來的 那所以呢這個遊戲相信呢 就不會太便宜了 如果不是抽到就算了 你還要升級 那就會加一些能力值 那樣的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你會不會科金啊 還是慢慢玩啊 那就算了 因為呢其實你科金呢 只是會打一些高段位的人 那其實是不會有什麼優勢 是看起來高分一點 那如果你沒有科的話 其實你還是打回其他沒有科的玩家 其實都公平的 去回那個分數 那看你自己想怎樣玩 這個遊戲 好今天就介紹來到這裡先了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訂閱了呢 就會有回這個新片的通知 還有呢 有時候我開實況呢 都會有通知的 那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